Hello,我是大夫 今天这期影片呢 是一期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购物分享 我已经大概两个月吧 就是没有分享我购物的一些彩妆品了 然后今天的东西呢 可以说是还挺多的 我们就赶紧,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 先从一个唇部产品开始说 因为我嘴上还没有涂唇膏 就是想在镜头前一起来 跟大家做一个全新的一个拆箱吧 这只唇膏呢就是这个 这个是NARS今年初的这个 亚光唇釉,就还挺火的吧 然后这个颜色呢 也是他们这个系列里面最火的一个颜色 叫Slow Ride 其实之前我没有说很喜欢 这系列里面的那些颜色 我觉得不是很适合亚洲人的肤色吧 但有一天呢我经过斯芙兰 然后就随手拿起来一拾在嘴上 我当时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 就是那种裸橘色 然后显得整个人就很有气场的那种感觉 它虽然不是那种让你觉得很有精神 很有气色的那种颜色 但是呢它也不是那种让你觉得 就好像中毒了什么的那种 那我在手上跟大家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颜色超级超级好看 之前我在斯芙兰就是试用的时候呢 我也没觉得它很拔干啊 或者让你嘴唇不舒服 它上在嘴上之后 会变成了很薄很轻盈的这么一种 哑光唇用 然后实用感还是挺好的 然后我现在就把这个颜色扇在嘴上 那它的这个头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稍微比较小 比较秀气的这么一个头 因为它这个头还挺小 就比较好勾勒 就是鸡脚高脚的地方 这颜色真的超级好看 超级有气场 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手上的这个试色和嘴上的这个效果 那下一样呢是这个 三块NEX的健便腮红 我买了三个色号 一个是04号 这是一个很豆沙 然后比较偏深的 比较适合秋冬来用的这么一个 豆沙紫色 下一个呢是07号 07号就是一个很夏天 然后偏这种珊瑚 对非常亮的这种珊瑚的颜色 下一个呢是05号 05号呢是这种 这个我可能还没用过 因为它里面这个塑料片 我还没有扔好 然后它是一个 这其实看不太出 有很明显的渐变吧 是一个不是太明显的一个 从浅粉到深粉的这么一个渐变 这腮红呢我有用过大概几次吧 我会觉得说显色度 会稍微的深了一点 所以呢下手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轻 这三个颜色呢就都在我手上了 这个呢是04号 就是那个很深的那个紫色 然后这个是05号 就是很粉嫩的那个颜色 然后中间这个是那个 比较偏珊瑚的这个颜色 这个粉紫色呢会稍微有点偏冷色掉 这两个还都挺日常的吧 但是你在用的时候下手真的 真的要很轻很轻 再一个呢也是一个系列 就是这个LA Ghost的这个眼影 然后这个眼影呢 那这个眼影呢今年也真的是超级火 我也是没有忍住自己 然后一下子买了四个颜色 我基本上把他们家就是亚洲人能用的颜色 我基本上都买了 其实就这四盘 一个是461号 这是一个很日常基础的一个 腌这种奶茶棕的这么一个色号了 然后我今天眼镜用到的也是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眼睛上 就是用的这个色号 我觉得真的 就是在这个价位上面来说 它真的还是一个性价比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产品了 它的粉质呢 我真的是觉得 算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我就给大家试一下 试几个颜色吧 然后它这哑光的这个粉质也很好 就很好晕染什么的 都不错 记住 就是晕染眼窝这个颜色 我觉得很漂亮 然后这个是那个最深的棕色 然后最后是这个亮片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粗糙吧 但其他这三个颜色都真的很不错 就做一个日常的这个眼妆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下一个颜色呢 是463号 这是一个整体来说 比较偏紫藕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然后我就一盘一盘地试给大家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做一个眼影的一个全系列吧 然后这个是469号 469号呢 是一个比较偏 怎么说啊 偏紫棕 紫金 对 这么一个颜色 中间这个两个颜色很像 吉隆坡的那个配色 最后一个呢 是475号 475号呢 这个颜色我觉得很特别 它很像苏库有一年出了一个眼影 叫香强威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银色的 这么一个银灰色吧 然后它就是有一种那个香强威的那种感觉 然后同样那一盘也是有一个很漂亮这种粉色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粉质还真是真的不错 下一个呢是一个腮红 这个是Laura Mercier的腮红 然后这个也是我在奥莱的时候买的 其实我在很久很久之前 貌似是我第一期的跟我分享里面有说过 我买过一个 Honey Mocha这个颜色 我当时说很喜欢 它是一个裸橘色 很好看 然后这个 我后来又买的这个叫 Tender Mouth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比较偏这种肉皮粉色的 它们家的这个腮红的粉质 我觉得很好 很好晕染 然后是那种我觉得很显气质的那么一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呢 我好像真的记得只有奥莱才有卖的 所以我不确定 像斯芙兰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卖 那下一个呢 同样也是Laura Mercier的唇膏 同样我也是在奥莱买的 一个叫Maple 一个叫Promant Grande 就是一个是枫叶 一个是这个石榴 那我把这两个颜色呢 也试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那个枫叶色 在这 当时我在电影试的时候 就觉得超好看的那种 砖红色 对不对 然后这个石榴这个颜色 它真的是一个很石榴的一个颜色 就很像那个石榴色的颜色 这个会稍微偏深一点 然后这个浅一点 但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都很好看 下一个呢 是一盘自组眼影 也是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买这个牌子的产品 就是这个 Inglot 他们家的这个自组眼影 然后我是去店里面 然后就随便摸了这个颜色 然后觉得超级喜欢 然后就在店里面盲选了四个颜色 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这个 他们戴这个壳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很有这种中国风的这么一个竹子的 这么一个勾盘里面了 然后它是这种四周围有吸铁的这一种 然后你打开的时候 你就这样转就可以了 或者你就直接给它打开 那我现在只填满了一半 然后我就买了这四个颜色 当时啊就是一眼看中的 就是这个颜色 这颜色我觉得很漂亮 它是一个豆沙粉 然后它里面又是金色的小珠光 还挺好看的 让我试在这儿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好漂亮 然后我就没忍住 就买了几个 然后Inglot他们家的这个眼影的粉质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 它会是那种稍微偏干的那么一个粉质 但是呢你在用起来的时候呢 也没有觉得说很飞粉呀 或者说很不好晕染呀 就是各方面表现力都还挺好的 这么一个眼影 下一个要说的呢 就是这个Colourpop的 Yes Please这一盘眼影 这个真的是还火得挺久了 但是呢我一直在纠结 然后因为它也不是很好抢嘛 然后我既然已经买了那个 Natasha Bino那盘了 所以我就真的很纠结 要不要买这盘了 但是呢有一天它好像是在 就重新上架的吧 然后我就是担心它又断货了 然后我就买了一盘 那这盘眼影呢 我到目前应该只用了一次 就试用了一次 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它真的真的真的很橘 就真的是很日落 很枫叶的这么一盘眼影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价钱买到这么一个 12色然后粉质相对是那种 中等水平的这么一个眼影盘 我觉得还是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这一盘 那我会继续的来试用这个眼影盘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后续的一个update 那下一个呢也是一个眼影盘 其实你如果有关注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微博的话呢 你会有看到我发这一盘的一个证件账 这个就是植村秀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盘盘 它真的好大 然后上面已经有我的一些指纹了 就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容易脏的 它是一个这几色 16色 16色的一个眼影盘 那它打开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一面非常大的一个镜子 然后呢底下有一个这个膜 再之后呢就是它这16色的这个眼影了 它有附一个刷子在这 在这 这个刷子呢我会有点感觉说有点像遮瑕刷 大家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刷子 它是那种比较偏扁的 然后就是那种很纤维的那种纤维毛 就很密集 然后真的很像一个遮瑕刷 然后它反面这边呢就更像一个遮瑕刷了 那我们说完它这个刷子呢 我们就来说它这眼影盘的本身 其实这个眼影盘呢 我刚开始拿到的时候啊 我觉得真的好漂亮 我觉得它每一个颜色都很美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它的配色很大地 很日常 然后很漂亮 就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缺点的一盘 很适合新手的这么一个大地色系的眼影 但是我在试色的时候 我万万没想到它是一个超级显色的一个眼影 就跟它在盘子里面看到这些颜色完全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给大家试几个看着还挺显色的一些颜色吧 比如说这是一个橘色 这颜色就你在盘子里面看它真的还挺漂亮 挺显色的这么一个橘色感 但你把它放在手上 你看到吗 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金色了 不是在这儿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 我再战一点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亮片色 就是提亮色 就很让人觉得很奇怪 再比如说它的就是橘色旁边的这个颜色 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棕色吧 对吧 结果到手上 看到手上又变成了一个亮片色 就真的特别浅 那我再试两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 就真的 我试的全都是后面的颜色 就真的 嗯 不是真的不是很显色 然后我刚试的两个颜色呢 就是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 嗯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那种很香槟的 那种香槟棕 但你看它在手上 也就是成了一个很淡的一个体亮色 所以我对这一盘就真的还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我买了这么多颜色 你不能说眼影盘真的不便宜 它要一百刀 大概 然后我最后pay off的就是这么两三个颜色 就其他颜色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真的觉得还挺失望的吧 下一个呢也是一个眼影盘吧 其实它应该算是一个面部的一个综合盘 就是这个It Cosmetics的这个 非常bling bling bling bling的这么一个面部盘 那这一盘呢我也有发到过我的Instagram还是微博 我都应该都发过 然后它打开呢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眼影盘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好漂亮 然后它里面这些配色呢也都很实用 然后包括它中间这个很漂亮的一个渐变腮红 我倒是觉得这个好美哦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很美的包装 我倒是觉得真的可以买 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这么一个面部盘 没有说很出彩 但是呢也没有说差到哪去 大概给它试几个颜色呗 然后这边会偏暖一点 这边是一个表片中性的颜色 然后我就一边试一下 这个眼影还挺懦软的 大家看它这个粉质还是挺好的 所以呢这盘我觉得还是值得收的这么一盘 如果你真的被它这个外包装所吸引的话 下一个呢依旧是一个眼影盘 就是这个 就真的是很大名鼎鼎的 就是Too Faced Chocolate Bar的这个盘 那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代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 可能觉得太多人推了 然后不买也不合适 然后正好呢有那个Alta在打折 然后我就把它给买了 然后买完之后呢 我还真的是一次都没有用过 就真的是全新的这么一盘 其实它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偏中性 然后偏暖色的这么一个 还真的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个大地色 那我觉得还应该还挺适合平常来通勤用的吧 然后这个呢我也会继续的使用一下 然后再跟大家更新一下我后续的一个使用感 哦这个真的是比较传家宝了我觉得 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Pet Magris的眼影盘 然后打开呢就是它这个眼影盘了 这眼影盘真的是传家宝系列 为什么呢 沉到不行 真的超沉 我觉得至少有个一磅吧 这个材质呢 就真的是钢琴烤漆 你可以看到虽然它真的很收集指纹 但是它这个材质真的是很有质感 打开呢就是这个眼影盘的本身了 然后同样这个镜子 我觉得这个镜子可能降了个眼影盘一半的这个重量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随便试几颜色吧 其实我当时买这一盘 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配色还是蛮日常的 就不会说很突兀 你知道他们家的那个眼影就有的真的是很突兀 不太适合日常妆 那这盘呢其实除了这个绿色 其他颜色都还挺日常的对吧 那我把这个绿色给大家试一下 其实它里面是有那种紫色偏光的 大家可以看到吗 哦 这粉质超棒有没有 轻轻一抹 大家就可以看住它这个质感了 那我们再试一个这个吧 这个金色还挺特别的 这个大亮片的颜色 然后再试一个这个吧 这个是一个偏光的一个黄绿粉 对 黄粉色 这些偏光色我觉得都还蛮特别的 把它试在这里 哦 这个是那个最右边那个粉黄色 哇 好闪哦 超级超级的闪 不愧是化妆大师的品牌 哇 就是真的是闪瞎那种泰和军狗眼 其实我觉得一百块钱买这个 我自己觉得还挺值的 因为它这个显色度 包括它这个偏光感 是我在别的眼影盘里面 真的找不到的这么一感觉 然后你看它这个 显色度 哎 真的很漂亮 真的 下一个呢还是一个眼影盘 就是我刚才有提到这个 在Tasha Denona的这个日落盘 其实日落盘呢 我真的是种草了很久 然后也算是了我自己一个心愿吧 买回来之后呢 又用了几次了 嗯 我的感想呢 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 每一个颜色 都是 就是跟橘色有着 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 就是你很难用这盘 不画出一个橘色的一个眼影 就是它真的每个脸色都会 让你觉得有种 日落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盘眼影呢 我自己还是有一点 爱恨交织的 其实爱呢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 他们家的这个粉质啊 真的很好 那我 对它就是比较不喜欢的一点呢 就是不是那种 你可以画出很多种感觉的那种眼影 那既然有这么多颜色 我会期望你 会让我画出一些 不一样的妆容 大家是不是看那个眼影盘 有点看腻了 我们就 现在换一个 类目来说 说两个高光产品来 也都是我这次在 斯芙兰打折的时候买的 一个呢 就是我今天脸上用的 这个高光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 这个是 Fenty Beauty的这个高光 然后我之前 在斯芙兰种草那期视频呢 有提到过 这个 这产品 这个颜色呢 是叫 Lightning Dust Fair Crystal 这个组合 今天用的呢 就是这边 Fair Crystal这个颜色 超级 无敌闪亮 的这么一个 高光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还蛮像我之前很 跟大家推的那个 Nurse的那个高光 但是呢 它的 粉 没高 Nurse的那个 那么细致 就是如果你离近了看的话 你会看到 脸上有一颗 一颗的那个 亮粉在上面 那我把这两个颜色 试在手上 给大家看一下 那左边这个呢 就是Lightning Dust 这边呢 就是Crystal Fire Fair Crystal 我试在这儿好了 这个 左边这个颜色呢 会稍微偏低调一点 底下这个呢 就明显的是 超级高调 就很像你白天 用这个 然后晚上 有什么活动啊 你就可以换成这个 那这个 Fenty Beauty这一盘呢 我自己 还真的是挺喜欢 就是还挺出乎我意料的 好用的色银 很高光 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吗 然后呢 就是这个 Dior的这个高光 那我买这个色号呢 是02号 也是我反复去店里面 试用了 很多个色号之后 挑了这么一个颜色 这02号呢 在那一系列里面 我觉得是 最漂亮 然后闪的 最明显的 这么一块 高光了 它虽然看起来 会比较偏粉一点啊 但是 你在用的时候呢 它的粉色的感觉 真的不是很明显 然后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颜色 真的很亮 那可以对比一下 分开这两个颜色 对比一下 那明显就比 Fenty Beauty 那个颜色呢 细腻 细致了很多 比较适合你在日常 就你不喜欢 很闪 很高调 这种高光呢 你可以用这种 比较日常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02号呢 我还算比较满意的 这么一个高光 对 然后它里面会附赠 附赠 附赠 一个刷子 这刷子其实我都没有打开过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用不上 因为我 没有用过这样的高光刷 可以改天试一试 下一个呢 是 真的是很难买到的这个 Stila 对 Stila的这个眼影蜜 这个套组哈 当时 呃 斯芬兰达德的时候 抢得还挺快 这三个颜色呢 我觉得都还比较实用吧 除了这个颜色 这真的是一个 纯银的一个银粉啊 但是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都还挺实用的 这个眼影蜜呢 其实我还没有上眼 试过 就还没有来得及用 那我会 跟大家来 之后再来更新 我的实用感吧 终于说到最后一个了 但真的很不好意思 还是一个 眼影盘 那这个眼影盘呢 是NARS 今年年末 新出的一个限量色 这个我是 纯看网上的那个 试色盲买的 我当时真的觉得 好美啊 就是网上的那个试色 那这一盘呢 就是长这样子的 那它的包装呢 就是一个 我觉得 跟我想象 就是我拿到手之后啊 跟我想象的 完全有很大的出路的 特别盘眼影 嗯 怎么说呢 包装我觉得稍微 有一点粗糙了 就很像 一个感制出来的 一个眼影 那跟它之前的那个 限量的 12色眼影比呢 我真的觉得 这一盘稍微有一点 cheap 那我们 还是看它里面的 这个产品 然后同样也是有一个 这个膜膜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的这个颜色 其实我拿到手 真的是有一点 小失落的 我觉得 That's it 对 就这种感觉 怎么说呢 算是一个比较 average的一个眼影盘 没有什么 很出彩的颜色 也没有一些 很出彩的配色 像这些啊 都是一些 比较粗糙的 一个亮片色 那剩下的呢 是一些 有一点中规中矩的 这么一些 颜色 对 那这一盘呢 我还没有真正 打印到眼睛上 其实单这么说的话呢 可能稍微有一点 不公平 那我们来试 一个颜色 好吧 这绿色 然后再试两个 shimmer的颜色 好了 砖红色哦 砖红色 嗯 还好 然后绿色 哦 这两个颜色 其实很适合 用作圣诞的妆容 大亮片 一个金色的亮片色 这颜色好像 有点一般 然后最后一个 是一个 珠光色 嗯 大概试了几个 我认为还比较出彩 的颜色吧 但我觉得都还挺 一言难尽的 刚才有忘了说 这个 这个是 你的睫毛夹 然后它是这个 今年植村秀有和这个 马里奥限量合作的 出了这么一款 限量款的一个 睫毛夹 其实我是有在用 植村秀的睫毛夹的 但是呢 我还是没忍住 把它给买了 因为它真的 好漂亮 它是一个 全金色的一个 睫毛夹 然后它底下 竟然是一个 这么可爱的小星星 超级无敌可爱 真的是 为了颜值买的 这么一款产品 那以上呢 就是我这两个月 对 近两个月所购买的 所有的彩妆产品了 那我会把今天 所提到的这些产品 都列在底下的信息栏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呢 都可以在底下 给我留言 那也欢迎大家呢 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还有我的微博账户 最后最后呢 如果你还没有 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请你掉下订阅键 来订阅我的频道 好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